位于福建泉州的双阳华侨农场是以安置印尼 越南等东南亚归难桥为主的国有农场 创建于1960年 现任农场厂长庄雁雁是在泉州出生的印尼桥眷 他的先祖早年间到南洋打拼定居印尼 庄雁雁从小就听说自己有一位在台湾开飞机的舅舅 直到近几年 庄雁雁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舅舅朱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的一员 近日 记者来到双阳华侨农场 想庄雁雁了解朱杰的抗战故事 朱杰 原名朱宝焕 1921年出生于印尼物理洞 在家中13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 朱杰从小受其父亲爱国 爱乡情怀的影响 13岁时一个人独自回国求学 然后1942年就考上了贵阳大学 那一段时间刚好是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嘛 我那就是也是受我外公的影响啊 就这样就弃毙重农咯 就想又反够的报考那个中国的那个空军咯 朱杰成功被录取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政科生之后 经过层层选拔 成为第六批赴美国接受高级飞行作战训练的中国空军的一员 毕业后 于1944年底分配到飞虎队队员伤亡率最高的基地 位于湖南浙江的飞虎队指挥基地 负责基地的防空护卫工作 有次那个日本低机突然间来轰炸那个指挥中心嘛 我大舅他们看了日本飞机要过来的时候 可能那个启动的那个时间可能还没到 他就急急忙忙要登机那个开动飞机去追那个日本飞机 没有想到突然那个飞机故障 那个脸被烧伤很严重啊 所以他后来就从一线退下来 受伤后 朱杰昔日大学女友孙志经不离不弃 细心照顾 并且不顾部分亲友的反对 于1946年与朱杰在南京完婚 抗日战争结束后 朱杰并未参与任何针对解放军的作战 1949年抵达台湾 在空军军官学校担任飞行教官 上世纪50年代初 由于其印尼华侨的身份 退役后的朱杰进入民航工作 创下近5万小时无事故的飞行记录 1960年 庄晰晰外祖父母带着包括庄晰晰母亲在内的四个还没成家的孩子回国 落脚在泉州双阳华侨农场 直到庄晰晰的外祖父去世也再没见过朱杰一面 外婆跟我妈妈还有我晓晰他们60年回国的时候 跟我外公是六月份从那个印尼坐船回来 刚好六月份时候遇到那个台风嘛 就在海上这样子多漂了一个礼拜 然后我大救手那时候 直到我外公外婆要回来 有特地从台湾那边请假 那个请假的时间又不能超期 所以我大救也是很遗憾 没有看到我外公外婆一面 直到1989年 庄晰晰的外婆才途经香港 到台湾与自己的长子朱杰重去 上世纪90年代初 朱杰夫妇移居美国 1992年在美国病逝 像朱杰这样以华侨身份回国参与抗日 却不为人熟知的故事还有很多 庄晰晰表示 希望能有更多的桥乡年轻人 来了解这样的故事